这个世间的世间只要是人 还有所谓的我欲 这些我都要去断除 这种欲爱之心 爱染之心 我都要一断永断 通通都要远离 都要放下 所以出家山门断一圈 视自心缘 这两个字的关联性是什么呢 断欲去爱 远离这种爱欲的千禅脏壁 你才能视自心缘 没有断欲去爱的人 就算你每天早晚定课 敲打念唱 发很大的决心 诵经修法 打坐 怎么样 烦恼妄想纷飞 一定要远离这种爱欲之心 然后这个六根呢 才会怎么样 调柔 才会越来越清净 然后呢 诸根极净 你才能视自心缘 就像这个水啊 池水啊 你一直给它丢石头 丢垃圾 丢这个砖钛铁片 水底的这个沙子就仰起来 很浑浊 这个水破荡漾 这就是有欲爱的人 你一直修 一直修 那就是再把它控制一下 但是它去 你这个欲爱没有断 会不会去行欲爱之事 会不会升起追求欲爱的烦恼 会啊 那就像你又丢了一个砖头下去了 等它又要干净了 又丢一个垃圾下去了 等它又要静下来 又丢一个石头下去了 就在那边穷缴获 你永远没有办法 看清楚自己的心性的本来面貌